小葛你也沒有跟人家相處過 每天在開直播這樣弄人家 吃得啦 哎呀做點別的啦 挖人家的骨盆 如果真的想要 你就把寶寶出生所有的事 全部考慮周全 寶寶啊 小葛你也沒有跟人家相處過 每天在開直播這樣弄人家 吃得啦 哎呀做點別的啦 挖人家的骨盆 小葛不要再這樣子了好不好 這個事情就這樣過去 要不然人家告訴你 來這邊 好 中間 在中間 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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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更不用說 更不用說 只有那個誰啊 帥帥的那個狗仔叫什麼 蛤 蛤 蛤嘛對不對 小葛啊 對啊 帥帥的 哎呀做點別的啦 挖人家的骨盆 真正認識 真正認識 荒小菲的人 小葛你也沒有跟人家相處過 每天在開直播這樣弄人家 失得啦 這樣失得 這樣不好 對不對 你也 蛤 蛤 因為他昨天好像叫 我偷告 偷告 那我跟他講就告 不要告了啦 算了啦 叫小葛自己 自己那個 還是我跟那個 那個葛思琪講一下就好 對啊沒事的啦 藝能界裡面大家溫暖嘛 對不對 人家剛失婚 又要這樣子 反正講成這個樣子 交交女朋友或幹嘛 婚後的事情 這當然自己在話下嘛 就跟離了婚以後 人家會再去結婚幹嘛 都應該要給予祝福 那是小葛一直都跟 憲哥求助嗎 沒啦 他就打電話 這個例行性的朋友嘛 偶爾就打電話 問一下 剛好聊到這樣 對啊 有啊 有啊 有電話 然後他來 這個狀態該怎麼看 我一開始還不知道 然後我來才知道 小葛不要再這樣子了 好不好 這個事情就這樣過去 要不然人家告訴你 他很無奈嘛 他說幹嘛一直朝著他打呢 對啊 好像是昨天通的話嘛 那我是安慰他啦 我是跟他講 我說 狀態是這樣 那 那請那個 小葛你不要再扯了啦 小葛 所以我也告訴他 該怎麼處理 或怎麼樣 這樣子 好嗎 對 不是 那前面我們已經講完電話了 講完電話 我告訴他後面該怎麼做 對不對 啊他人不錯啊 對啊 王曉飛人不錯 他沒有婚姻跟我無關 好不好 那 金總獎 今年恐怕真的沒有空 因為他又把他 很傻 把他拉成兩天 怎麼會那麼傻的呢 好傻喔 傻到我們沒有時間 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戲劇跟綜藝 你幹嘛把他分開咧 傻啊 那喜歡綜藝的人 就不喜歡戲劇啊